他一开始买的时候 他也没有住过 所以那时候前五组告诉我们 这房子是没有漏水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 露眼的确是没有看到漏水 那是直到李先生 他要装修的时候 他打开那个厕所的天花板 他才发现说 这边早期有漏水 被指控提供不实的屋况说明书 房仲A小姐语气激动 澄清漏水 有时整修前看不太出来 另外针对一楼旁边楼梯 是不是公梯 房仲A小姐秀出照片 房仲A小姐表示 当初待看时 有说楼梯可以通往二楼 顶楼水塔处则是公共空间 可以上去 但后续没想到二楼住户 不让一楼李先生上去 房仲A小姐说 可以居中协商 但澄清这种状况 并非产纯不清 可能真的要确认说 这些楼梯啊 或者是说像 所谓这种顶楼的这种空间上面的使用的产权的范围 那如果说是一般大楼公寓的产品 其实确实比较少的房仲会特别去提及说 这个是公梯 房仲专家分析 透天错跟公寓大楼 其实公设概念差很大 如果民众买透天错 要多留意楼梯是否是公梯 有买这样子物件的买房 他可能就要特别去确认说 这个产权上面的分配的问题 另外如今因为实价登陆 加上政府资讯 如今产权更透明化 价格也很难过分哄台 但民众掏出拒款前 还是要多方询问做确认 才不会入住后才开始头痛 TV的新闻许家瑞刘轩 新北三马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